大家好 今天是9月24日 星期五 美股昨晚大幅度上升 道指升506點 納指亦升155點 但對港股來說 是完全沒有任何刺激 原因不外乎恆大的債務問題 仍然困擾整個大市 我先看看指數 早市恆指仙輕輕低於23點 至24487 曾經有一股反覆 而低見24339 這一分鐘跌了171點 之後亦有少許的回穩 上回到24636點 即是升了126點 簡單說 在這300點的波幅裏 市場走來走去 但有一個技術上的形態 大家要留意 昨天大家看到大市 曾經反彈到24827 其實相對 由星期二的低位 23770 怎麼算 市場反彈了1056點 即是今個月跌了2789點 已經反彈了37.8% 以一般正常的反彈來說 這個波幅不算少 當然後續還有條件再進一步反彈 但問題就是 買盤能否接著去 以及成交金額配不配合 事實上來說 昨天1700多億成交 今晚不算特別少 但奈何 主要的恒指成分股 全部都是整股不前 所以單單看指數 是很難有一個 進一步向上大幅度上升的機會 很簡單 10天線跌至24952點 如果市能夠多走幾百點 咬住10天線 最低限度可以出現一個初步斷定的勢頭 但事實上連這一點都做不到 所以技術上 形態上 沒錯 市暫時當然是處於一個急跌後的 反彈的形態和勢頭之中 但這個所謂反彈和後秋的勢頭 我覺得這個波幅其實是很有限的 主要來說 市場尼漫著一股不太穩定的情緒 有一點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下星期二已經是今月期指轉衝股碰日 下星期三就是期指結算 即是說 今天只剩下下半日市和星期一 看看好倉大戶能否作出一些反擊 其實我自己覺得 單單一兩隻恒指成分股 稍微有一點點回穩 對大市可能有一個叫做 還是斷定的效應出來 好像匯豐上回40元以上 但整個大市的氣候 整個大環境來說 始終還是拔命 尤其是恒指直到現在這分鐘 走在所有的平均而動線之下 一日半日的回穩或者反彈 只能夠當作技術上的後秋 也沒有任何部署 大家都千萬不要看一日的市反彈 覺得市沒事了 全軍透入千萬不要這樣想 最終有三隻獻身工具 提供給大家參考 比亞迪一直整固在240元 240元 240元之間 相對整個大市來說 他都算是硬正的 不要忘記 130多元 有隻牛仔54631 收回價是220元08 500對1 提供給大家參考 騰訊走勢也不算差 指數是創了今年的新低 這個星期二去到23771 但騰訊股價是沒有觸及上一次的低位412元 某程度上騰訊的表現 都是優於大使 可能有些回購的部署 但你說會不會是明顯的聲浪會來呢 我暫時又覺得有 騰訊有隻牛仔59681 收回價是419.2 500對1 提供給大家參考 至於恆子 有隻紅證給大家參考 65259 收回價是25,034點 剛剛好 就在十天線上方 多跌 12,500對1 相關的調款 調款是怎樣 或者街貨的情況是怎樣 點擊到瑞通網站 就看得很清楚 好了 接近中午分析 就講到這裡 結局 接近中午會 平時的是 全是充滿的 主要搜尺 再know 結成目的 全是 可以 感谢观看